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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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有一段自我認知跟價值感很混淆的一個階段 然後很積極盈盈在我身邊各式各樣的人際關係裡面去尋找那種被愛的感覺跟安全感 音樂 但是當然是獲得一次一次的失望 所以我開始學習 我轉而用食物 來滿足我自己 尤其是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特別喜歡大吃 然後又很怕變胖 所以呢我又選擇把它吐出來 就這樣子在吃吃吐吐的循環裡面 应该有十几年吧 直到我遇见了神 祂其实真的是帮助了 我重新建立这些价值观 让我感受到这个世界上 原来会有一个神 是这样子爱我的同时 我还是深陷在 这样子暴时症的阴影里面 直到有一个晚上 我又在大吃大吐以后 我就坐在浴室的地板上面大哭 我说神啊我真的觉得很不配 我觉得在你面前我真的很羞愧 我明明这么爱你 可是我却还深陷在这样子的黑暗里面 我完全没有办法挣脱 需要用这样子的暴时的方式 来宣泄压力跟我的情绪 突然我就听到有个声音对我说 我相信那是神对我说的 祂说 至于这一类的鬼 若不进食祷告 祂就不能出来 我上那间镇住了 我就冷静我自己 然后把浴室整理干净 回到房间 我就坐在床边开始祷告 我决定 听到 照着我听到的声音 我就进食祷告三天 然后我就决定去睡觉 那一夜真的是我十几年来 睡得最好的一次 因为自从我得罹患了暴时症以后 我真是没有一天睡好 我常常一天可能只能睡一两个小时 然后我就再也睡不着了 然后我就很认真的 经过那三天的进食祷告以后 我的暴时症就这样子痊愈了 这个神是真的 祂重新帮助了我 认识了我自己 祂用生活上面的每一件事情 教导我带领 祂建立了 在我身上建立了一个 属祂的价值观 属祂的人生观 以至于我现在可以有 一个平静 而且充满祂 常想平安喜乐的心 我觉得这是在我过去 这么黑暗混乱的日子里面 完全感受不到的平安 祂都赐给我 所以这个神真的 我很感谢这辈子认识祂 哇 唐 哇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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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ussion